是一個非常大的,它叫RDC,我記不得,反正它經常舉辦那個,對,REDC, 它在那個,我上次去的是在那個Downtown的那個叫Civic Center,哇,那裏邊去的人,我估計至少有一兩千人, 好多人在那裏,你看那個拍賣的時候那也快,上去一個,這一個房子賣,有的都是15秒,20秒, 都說是從兩萬開始起價,都是很低很低的開始起價,但是很快就有人出十萬,然後立刻再往上走就很慢了, 然後基本上,好多都是在一分鐘之內就一個房子,所以他們都賣這個,一個auction的一天下來,可能拍賣300個房子做的,所以它一天能拍賣300個房子, 這些地方呢,這些public auction,也是你們可以,也是investor的,就是individual investor,可以去撿便宜的地方, 但是又是回到這一點,就是說你真的要知道這個房子,你真的要去,在auction之前,你起碼要做很多research,要了解這個房子,你知道嗎, 但是這個有一點什麼好處呢,這個public auction呢,他們賣的這些房子,public auction賣的房子,一般都不會有title issue, 就是說不會有lean啊什麼,它保證,就是它給你這個deliver給你這個房子,是clear title,房子本身sale as is, 這是the physical condition,就是如果窗戶破了,房屋破了,房景破了,墻漏了,那就fiscal as is, 但是這個title,它絕對不會說,你買完之後,然後過兩天又來的人說,誒,不對,這個房子是我的,或者是, 又來個tax lien,誒,不對,這個房子簽property tax,它絕對不會有這種情況, 那麼它這些拿出來的auction這些房子,基本上它這一點都會保證的,就是都是clear title, 這就跟call staff那個就不一樣,call staff那個是純粹賣主,就是為了賣那個mortgage,你知道嗎,就這麼簡單, 至於這個房子用什麼碗,它是一概不知道的,它也不管了,public auction其實最開始,最開始的時候, 我知道美國最開始的時候,他們主要是賣什麼呢,就在那個farm,在很偏遠的農村, 這個房子呢,可不可以有一塊蒙地啊,或者是什麼,要intersection,有一塊地啊,什麼的,這種東西啊, 他們這兩個工作,原來其實都是做這種東西的,現在呢,這個forclosure就越來越多了, 所以他們也開始做這個residential非常多了,那麼呢,這個public auction好多呢,都是什麼呢,都是bank賣的,剩下的,是賣不出去的, 我有三個property,半個,本來都已經sign給我了,讓我來賣,結果呢,也可能是這個價格set太高,有的時候我也set不準, 就set高了,結果就賣了賣的,總是也沒有offer,只有沒有,90天降一次價還不行,30天降一次價,90天降一次價,還是不行, 就是最後,那個正好趕上option的時候,他銀行就把這個直接給option公司拿出來賣,所以好多都是一些,就是剩的,不要的,你知道嗎,就是被真正的,不是那麼好的, 如果是真正好地區,像什麼德魯斯,阿佛瑞塔,喬斯克克,就不用說了,但是在這些地方,基本上很少很少,在這個option裡可以看的,那基本上不可能, 或者是在很偏遠的地方,你知道嗎,那些農村的地方很偏遠的地方,它也會有很多,那麼呢,這個public option呢,還有一個公司,就是哈森馬爾什,我在這裡至少買了三個那個deal,在哈森馬爾什,都是不錯的, 而且買完都賣掉了,也掙錢了,哈森馬爾什,它的範圍就小一點,有一次呢,他拍賣那個,在那個, 這個,在那個,在那個,Marietta,有一個叫Marietta Mill,是一個office building,有那麼六層,六層呢,樓上的五層呢,都是residential的,condo,然後樓下的四層,樓下的兩層呢,都是這個commercial,可以自己做office的,結果這個builder呢,賣了四、五個房子出去,然後就bankrupt了,但是這個房子基本上都蓋好了,你知道嗎,然後呢, 那麼呢,這種public option公司呢,就來了,就來說,那好,那我就要給你舉辦個public option,我把你這個房子,整個這幾套uni呢,可能還剩了三十套uni,就在你當天晚上就全部都拍賣了, 那麼呢,那個時候,它那個範圍啊,就是知道人呢,並不是很多,所以說我記得那個時候,在Marietta一個hotel裡邊,可能也就來了一百多個人,不是很多,但它賣了二十套, 但是有人買兩三套,有投資人買兩三套,那我買了一個是那個condo,office condo,那個view特別好,它正好在一個角上,所以它兩面都有玻璃,房子四面,兩面都有玻璃,十五萬買了,然後呢,我本來想租給別人,結果呢,後來,我租的時候呢,有人呢,就說要買我這個, 然後買呢,是個美國人,他家呢,離得很近,他家在這個隔壁的一個,就離那個路,離那個,Marietta Mill的那個office很近很近很近,他自己是做這個,叫什麼, 然後呢,Internet,Build Internet,等於做Website,他有四個人,所以他需要一個office building,正好那office building,那個office side的一千二百個 square,已經這麼大,已經大一點了,所以他,他就後來就給買去了,十九萬給你買去了,所以說呢,他本來,他也知道我是十五萬買的,我office買的,所以他就一開始就跟我砍, 他打了兩三個月價,最後才,最後才同一十九萬,他肯定是找不到別的地方,而且覺得那地方好,沒辦法,他就買去了,反正就是說,這些地方你也是可以找到這個很好的地方,在這個,在這個,在這些public ocean也是可以找到的地方, 這哈森馬手車很好,很好的地方,還有呢,我看,好,我們再往下走,下面這一點也很重要,下面這個就是說,這個叫政府拍賣,那政府的這些法拍屋,就是政府的這些房子,政府,咱們最主要的一個就是這個Hard的房子,是這個大家可能都熟悉的,Hard,HUD的房子,那麼那Hard的房子,說老實話, 它怎麼來的呢,就是其實很簡單,一個最基本的道理就是它怎麼來的呢,就是這些,有些人呢,去借這個,做貸款的時候,可比我爸爸洋,我一年才贈四萬塊錢,我要買二十萬的房子,可是我credit才六百分,那麼呢,Sanchos Bank,Bank America不借我錢,那怎麼辦呢,我跑到政府去了,然後政府呢,我說,我問政府,我說,你能不能讓這個,做擔保,然後呢,讓這個Bank America借我錢,政府說好,我做擔保,然後, 那我一年才賺四萬塊錢,我也能買二十萬的房子,然後也就進去了,然後住一住,哎,工作沒了,那怎麼辦呢,那銀行開始把我踢出去,把我踢出去,經過法外程度把我踢出去,然後銀行拿到了一個法外屋,結果銀行一看不對啊,這個當初是政府做的擔保,那麼呢,它怎麼辦呢, 銀行呢,就是向政府呢,去邀,就是說你得把錢還給我,我當時借他二十萬買這房子,你把二十萬給我,那好,那政府說,對,是我做的擔保,那好,我把二十萬給你了,那麼呢,政府呢,就安大和這個這個法外,所以就很多的這種,這個,這個,Hard Home 是很多的,因為政府為什麼這麼做呢,政府呢,是這樣,它想Promote American Home Ownership,所以說呢,你就哪怕,剛剛到邊緣,你這個credit六百不是很好, 然後你這個,才贈四萬塊錢一個月,他想想,那也可以,我就讓你own一個這個二十萬房子,或者怎麼樣,但是他沒想到這個進去就不行了,你知道嗎,有好多這種事,那麼呢,還有呢,就是另外一個,就是VA的,這個退伍軍人那個,他們也有這個,也有這個政府的guarantee的這個弄,那麼VA弄經常都是百分之百的,那麼這些大兵回來的時候,我要買房子,那買吧,那政府就擔保,你買吧,本來你還有個活,你知道嗎,退伍回來可能還有個活,但是, 證明,意大利亞沒活,那就完了,那這個又是政府,這房子又是政府,政府又拿了,又買賣,下面呢,還有一個呢,這個是,這個FDIC呢,一般都是直接就收回來了,FDIC大家都知道是這個監管銀行的,它把這個好多的銀行都被這個,現在不都這個銀行都倒閉嗎,它把這些銀行,這個壞資產全收進來,結果這些資產裡邊就好多就是這種,這種付不起房子,這種bad loan的, 這種mortgage是不行的,所以它都會收回來,那麼它也收回來就好多這種,這種法牌物一樣,就是這種拍賣房,你知道嗎,這種房子也很多,那麼,這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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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